Home Plus中家青年港督有限電視 長期捐助獎學金給南高雄家福中心 回饋地方學子響應社會公益 時日上午舉辦了捐助活動 現場除了邀請家福中心的親子一起前來 高雄市新聞局長董建宏 社會局副局長葉玉如 以及教育局專門委員劉靖文 以及多位迷黛也都出席勉勵學子 並對地方企業的愛心捐助表示肯定 國家本來就對於所有的孩童 都有照顧的義務 但是國家資源實在是有限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港督青年 能夠拋鑽引玉做這樣的愛心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南區家福中心 他們長期以來的奉獻跟支持 成為社會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青年港督連續七年 用獎學金的方式來幫助 南家福所輔助的孩子 那伸出手來輔助這樣的弱勢家庭 其實他們會有很大的機會 可以改變自己的人生 然後將來也有機會可以回饋我們的社會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散熱循環 很高興今天能夠代表教育局 來感謝我們青年港督 能夠拋鑽引玉 然後給我們的孩子持續的學習跟成長 而現場更有多位議員及區里長 都到場勉勵家福中心的學子 場面相當熱鬧溫馨 去年因為疫情爆發 許多社福團體的捐款都大受影響 而為了讓弱勢家庭與學子 都能持續獲得照顧與幫助 紅袍中家青年港督有限電視 在今年也捐出了100萬的獎學金 給南高雄家福中心 對此南高雄家福中心的 主委魯國冠也表示 透過這樣的捐助 讓學子們得以安心上學 並用學習翻轉命運 最重要的是要特別感謝我們港督青年 那當然這一筆獎樹學 今年對我們小朋友的救學也好 而且興趣的發展也好 是非常大的鼓勵跟幫助 去年我們也知道 因為新冠疫情比較嚴峻 有關資源這方面也面臨一些困難 今年特別捐出了100萬 給我們南高雄的中心來照顧 或者是來幫助 給我們正在學習過程的小朋友 除了100萬的捐贈儀式之外 現場也安排了許多課程活動 讓參與的學子們都表示 相當開心與感謝 很開心因為我可以拿到紅包 之後等我長大可以幫助 其他需要幫助的人 透過獎助學金的捐助 不僅能夠鼓勵孩子們努力上學 也希望能夠拋轉引玉 讓更多人關注到弱勢家庭與學子 並挨注更多資源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讓愛在這座城市流動 記者李正道 潘文玉高雄報導